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兔玩英雄训练营 本节课程是ADC基础课中的对线篇 作为游戏中唯一一条双人路 下路相比于操作更在于AD与辅助间的默契程度 配合的好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抵消技术的不足的 并且就ADC和辅助来说 并没有绝对的单人克制 通常都是组合克制 而在一局游戏的颁选中 如果您可以抵消技术的不足 如果你拿到强势的下路组合应该怎么压制 如果你拿到弱势的下路组合应该如何扛压呢 本节课程将对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讲解 首先是强势组合对弱势组合怎么压制 强势组合帮几方打野打完buff怪之后 蓝色方可以直接从三角草丛往河道那边回线 紫色方可以直接从蓝buff下面河道回线 一旦在河道碰到了敌方下路组合 就可以直接开启战斗 因为你们是强势组合 所以换血或者对拼肯定是不亏的 无论是换血优势 逼出召唤师技能 或者是让敌方绕一圈才能回线 导致一开始就掉经验 接下来的对线期 你们就会占得很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选到了滑板鞋加莫甘娜 这个相对强势的组合 所以我们帮完出门之后 立刻到河道这个草丛埋伏 果然进和泰坦就慢悠悠的从野区出来了 我们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技能 仅仅依靠平A就逼掉了进的加血闪现 以及辅助的虚弱 这对于我们之后推线很有优势 如果河道没有碰到 正常对线的话 一级上线就开始用平A或者技能清进战兵 进战兵清完之后就不要过于推线了 因为如果为了抢二过于推兵 就会让自己的小兵过早的进入敌方塔下 导致兵线反推 敌方会比我们先到达三级 清完第一波兵的进战小兵之后 就站在己方远程小兵的附近 一旦己方远程小兵残血 意识到敌方ADC想补这个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择用技能加普攻来消耗敌方ADC 下路一般第二波兵的第三个进战小兵死了 就会双生到二 所以我们如果强势组合取得了推线优势的话 当这第三个小兵快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提前往前走了 抢到二级的一瞬间 立马点出技能开启战斗模式 这个时候就算顶着三个远程小兵 我们一般也是打得过的 因为两个二级打两个一级 优势是非常巨大的 下面说说下路的消耗手段 相对于其他路来说 下路的消耗手段比较单一 主要消耗手段以平A为主 所以其他路会在敌方补兵的时候预判丢技能 那么我们下路就应该在敌方ADC 想要补兵平A抬手的时候 用平A来消耗 辅助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配合几方ADC消耗敌方ADC 注意辅助尽量多去消耗敌方的AD 不要把自己的蓝量浪费在敌方的咒辅助身上 可以从视频里看到 女警利用天生的手长优势 在对面轮子妈想要补兵的时候 利用平A疯狂点她 而辅助也是利用自己的Q技能加上平A 和AD一起消耗对面AD的血量 可以看到 对面AD一级直接被我们消耗掉差不多一同血 直接建立了对线优势 下路想打几架来 比较依赖辅助主动搞事 ADC主动搞事的话 很容易直接被秒 辅助可以在敌方ADC想补兵的时候丢技能 如果你却带控制技能的辅助 一旦控制到了敌方AD 要么敌方交技能 要么命丧一次 注意下路对拼一定要注意集火 不要ADC打一个辅助打一个 一般情况都是ADC打哪个辅助就跟着打哪个 推荐集火对方的AD 可以从视频里看到 当下路对拼的时候 尽量优先选择集火AD 但是如果你当时并不能A到AD 也可以集火辅助 可以看到 女警跟杰拉直接集火对方辅助 把牛头首先带走 就算此时对面的打野过来 因为你们是2v2 所以也不要虚 并且你们是优势 所以可以直接依靠自己的装备和对面的人打 对面的人根本打不过 甚至可能被反杀 无奈对面AD交闪线 所以让他们逃过一几 优势的时候 可以有下面几种选择 把线控在中间位置 然后让辅助去逼敌方走位 不让敌方吃惊艳 搔搂敌方AD 并找机会杀掉对面 当敌方下路状态很残 并且没有召唤师技能的时候 可以选择月塔 当然月塔比较吃配合 尽量给辅助点信号 让辅助先顶塔 然后用闪线或者位移 躲掉敌方下路的关键性技能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对面的AD已经残血 而我们的召唤师技能全在手上 所以此时我们选择推线 准备月塔强杀 当着对面辅助的面 直接杀掉对面ADC 还能安全回线 假装压线 吸引敌方打野或者中单的注意 然后极限操作2v3 这种情况比较吃饰演和操作 对自己有自信的学员可以尝试 当警方下路有了很大优势 视野完全 以及双招全在的时候 可以尝试配合辅助2v3 因为我们处于优势 并且对自己的伤害很自信 所以当对面疯狂点信号 告诉我们德邦来的时候不要怂 直接回头 把对面下路带走 对面的打野一看到我 他们下路死了肯定就不敢上了 因为我们优势太大 所以对面打野想来守一塔 也会被我们直接消耗到残血 交出闪线 最后依然被我们收掉 当敌方下路已经意识到打不过 极其猥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推掉敌方下路一塔 然后和其他路换线 尽量和敌方没有清兵能力的那条路换线 然后叫上我方打野配合一起推塔 这个版本ADC很难带起打架节奏 所以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去带一下推塔的节奏 这样突然的换线 敌方是很难迅速做出反应来防守的 这样我们又白白的赚了一座塔 扩大了视野以及经济的优势 对面的下路已经处于爆炸的劣势 当我们找到机会 再一次击杀掉对面威恩的时候 余坛已经守不住这个塔了 所以此时我们可以选择 直接推掉对面的下路一塔 因为我们下路的兵线非常良好 所以可以先去中路配合中单 杀掉对面的中单 顺带推掉对面的中塔 讲完了强势组合对线弱势组合的打法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当你选到了弱势组合 应该怎样发育呢 许多时候队友都会说 稳住别死 但是有的人还是会死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血量被耗的特别惨 但是你又贪图那波兵线 导致被对面的人找机会杀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被人消耗的太惨了 首先我们可以在出门装上做一些选择 比如对面是女枪加火男 我们的出门装就可以选择长剑三红 来增加我们的续航能力 因为我们的辅助是卡尔玛 也算是一个消耗性辅助 但对面AD却带了常规的多蓝剑翼红 所以在经过几波互相耗血之后 原本对面该强势的下路 却渐渐在血量上处于劣势 当血量被压残过后 许多兵你是不敢补的 如果冒险补兵就很可能被击杀 所以就只能被压在塔下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常见加三红出门的好处 最后对面AD实在是感觉没血 在线上混乱就选择回家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补兵 对面的AD被我方AD压了一半以上的刀 所以在出装的选择上有所改变 甚至可以把劣势转换为优势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自己下路跟对面的下路比起来 哪边是强势路 哪边是劣势路 比如这个视频 对面的下路是 火男加女枪 而我们的下路是垂师加金克斯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算你们抢了二级 对面的爆发还是比你们高 你们也打不过 所以这个时候 需要做的就是在感觉 对面要二的时候后退 如果对面的人看你撤退了 而控线也不用担心 一般这个时候的兵线是控不住的 兵线很快就会被推过来 因为你们在塔下发育 所以对面前期想强杀是比较困难的 线空的哪里最合适 首先可以看看下面这个视频 因为我们处于劣势 所以我们要学会控线 尽量把兵线控在塔前 但又在塔能A到兵的范围之外 这样可以防止你在补兵不稳的时候漏兵 也不会因为防御塔的攻击 而使兵线被反推 当敌方的小兵只剩一个的时候 我方小兵刚好能到防御塔前 这样一来 我们的兵线就会被控得非常完美 当你一个人在线上 辅助还没有上线的时候 要记得跟对面的人保持距离 也不要盲目地赶上前去推线 因为当你们下路少人的时候 对面很可能会越塔强杀你 此时我们要记得后退 光空线还不行 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呼唤我们的打野爸爸 或者上单爸爸 因为对面人多强势 他们就会开始推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猥琐 此时我们可以往草丛靠后的位置 插上一个眼 用来给上单TP 可以看到 因为对面下路压制我们太深 而我们插的这个TP眼 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上单一个TP道后 直接把对面下路带走 因为我们是劣势 所以当游戏进行了十几分钟的时候 就要小心被对面的人越塔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他们肯定是想拿医学塔的 或者刷了一条他们很想要的小龙 当你们的血量不怎么健康时 并且对面的人一直在压线 而你们的塔血量也比较少的时候 就要注意敌方绕后包围了 此时我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给队友打字发信号 让中分打野 或者带着TP的上单来支援你 保一下医学塔 第二种 察觉到对面不对劲 而队友也不肯支援 就直接弃塔 回到二塔等兵线 因为我们看到我方卡牌的支援信号 并且可以看到 我方打野也在支援的路上 所以可以选择不走 留在塔下等队友 这波因为队友的支援 跟对面的人二和三 塔不仅保住了 并且小龙也被我们打野拿到 可以说是非常赚的一波 比如这个视频里 对面下路已经要拿我们的医学塔 此时只有一个辅助并不能守住塔 所以无论这个时候 是AD还是辅助 都应该先撤离防御塔 防止对面的下路不仅可以拿塔 还能击杀我们 因为我们的中单是发条这个英雄 倾线能力不错 所以等对面的下路清完线之后 AD可以在自己的二塔前面控线发育 而辅助 此时也可以去中路 帮发条以及守一下中一塔 以防我们的中路被敌方下路骚扰 而被迅速击杀 AD也可以在下路补一下发育 总的来说 下路对线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应当时刻根据局面 形式调整自己的选择 该怂就怂 该凶就凶 好了同学们 本节课程到此结束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